大家好 今天是9月27日 星期三 港股開始是微升的 恒生指數升5點 國企指數升6點 科技指數也升6點 汇豐升0.58% 令指數升10點 相反 騰訊跌0.67% 令指數跌9點 美團跌0.7% 令指數跌7點 白威亞太跌1.5% 是跌幅最大的藍籌 信義光能升2.4% 升幅最大的藍籌 上證綜合指數開始升2點 開始後升幅擴大 主要都是人民幣匯率升上幾個月的高位 廣估反彈 恒生指數升100多點 阿里巴巴分拆材料上市 升1.6% 令指數升23點 藥明生物因為今天藥股做好 升5.7% 令指數升15點 騰訊1% 令指數升13點 港加索升1.7% 令指數升10點 匯豐升1% 令指數升17點 這藥股因為減肥藥升 藥明生物升6.4% 升幅最大的藍籌 漢心者又升4.64% 石藥升2.8% 中心者又升2.5% 還有信達生物升3.5% 聯邦者又升6.9% 養榮康德升4.8% 上午中段一度升幅收窄 甚至升不到100點 因為阿里巴巴 匯豐和藥明生物升幅收窄 郁暉停牌一年半後 復牌跌52點 物管公司郁暉永升 跌58% 同樣 火癌控股 停牌一年半後 復牌急坐41% 接近中午港股再度升幅 擴大到100多點 上周收市恆生指數升111點 國際指數升42點 科技指數升22點 成功401億元 下周變化不大 都是100多點 收市恆生指數升144點 國際指數升39點 科技指數升16點 成交759億元 人民幣匯率回升 廣故反彈